孔子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最有影响力和最尊贵的思想家 自汉武帝罢处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 儒家思想更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孔子的地位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并被后世尊为孔圣人 至圣 至圣先师 万世师表等 作为儒学创始人 孔子更是教师的典范 其许多优秀品质被学习和效仿 然而 即使是像孔子这样的圣贤也难免犯错 令人意外的是 孔子曾经被自己的弟子气得说了一句脏话 这个意外的诗言在25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被流传下来 如今更成为了老实惯用语 孔子是春秋晚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他喜欢周游列国拥有三千名门徒中的72位仙人 但这些门徒中不乏调皮捣蛋织辈 有时让孔子很头疼 其中 宰羽是一位聪明却很张扬的学生 与孔子的教育理念截然相反 也不太努力学习 让孔子很为难 据大成通志记载 宰羽是孔子的徒弟之一 29岁时日能言善辩 并随孔子周游列国 经常受到孔子的派遣 一次 鲁埃公问他为什么用栗木祭拜派位 宰羽回答 下朝用松木 商朝用百木 周朝用栗木 是为了让老百姓站立 这让孔子很生气 因为他一直致力于恢复周理 而宰羽的言论显然是诋毁周朝 虽然孔子不喜欢宰羽的言论 但也无法就此与他争辩 只好表示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追究了孔子十分注重礼教 对三年守孝制度也很认可 但宰羽认为这种做法太久了 应该改为一年 孔子对此非常愤怒 认为孝敬父母是人之常情 三年守孝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他问宰羽 如果只守孝一年 你会心安吗 宰羽却回答说很心安 这让孔子很无语 并批评宰羽不忍 尽管宰羽曾经说出许多让孔子不满的言论和见解 但孔子仍然喜欢他 并会在批评他后耐心教导他 但真正让孔子失望的是宰羽的懒惰 当孔子讲课时 其他人都专心听讲并认真记笔记 但宰羽却常常无动于衷 认为理解比抄写更为重要 结果常常昏昏欲睡 孔子有一次气不过 随口说出一句脏话 朽木不可凋眼 粪土之墙不可无言 这句话的意思是 宰羽就像一块腐烂的木头一样 无法被雕刻 就像一堵堆放污秽之物的墙壁一样 无法变得更加污秽 这句话逐渐缩短为一个惯用语 在教育界传承了2500多年 虽然宰羽很叛逆 也不听话 孔子认为他是一个不太出色的学生 但最终他成为了孔门使者之一 唐玄宗也十分欣赏他 后来追封他为其后 到了宋大中享福二年 1009年又掐封他为林子宫 明家境九年 他又被改称为先贤载玉 我所见的宋大中享福一年 感谢观看